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女儿有个网红梦 魏博出彩,她计划在高三成人礼上穿吊带低胸装,大跳燕舞 我生气得训斥,却被她掐头去尾地放到了网上 网友骂我控制狂,老封建,她也借此抹黑原生家庭,行销独立女性人设 后来,我被网报抑郁而终,女儿却没停下吃人血馒头的脚步 不是所有的母亲都爱孩子,宝宝们,我们要勇敢做自己 在睁眼,我回到了事发之前,这一次,我选择尊重祝福 魏明月大声咒骂的话语停在了嘴边,她神情有些正愣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我面带微笑,十分好脾气地重复了一遍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爱穿什么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 我不插手 这一次,她哼笑了一声,别又想着在背后捣什么鬼吧 杨山,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 见我莫吭声,她才皱了皱眉胡一道,真同意我这魔作 我没回答看向她,眼神平静,没有往日的神情暴躁 更没有崩溃抓狂 接着,我就看见魏明月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 笑容爬上脸颊 成熟又妖娆的妆容在她稚嫩的脸颊上显得诡异又滑稽 松松垮垮的吊带裙更是可笑又一言难尽 我一开眼睛,再不出门,你就该迟到了 魏明月这才回过神来 颇为脾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你这当妈的,和我这孩子叫什么劲儿 而后,抓起沙发上的书包,就扬长而去 路过时的风带起的香水味浓烈又刺鼻 我看着魏明月兴高采烈的背影,墨帝就笑了 这一次,怎么也得好好助力她的网红梦 是的,我重生了 直到一个小时前 我才终于说服自己相信这个荒谬的事实 魏明月并不知道 我依反常态的通情达理 全然来自上一世的惨痛经历 上一世,她同样对成为网红如痴如醉 为此荒废学业 削尖了脑袋打造自己的出道之哭 高考在即 她却为博出才准备在成人礼上穿吊带低胸裙 大跳艳俗舞蹈 我感觉荒谬至极 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反对和阻止 女儿魏明月却骂我古板不懂得变通 骂我不知当一个母亲应手的本分 我劝她什么阶段就做什么阶段的事 目前要把重心放在高考上 等上了大学 再慢慢空冲自己的兴趣 爱好也不迟 魏明月却将我破口大骂 说我于府至极才会一直逼着她考大学 说那些网络红人不读书还不是一样过得风风光光 说她才不愿意做无趣的书呆子 她说她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只要能让她在网络上一炮而红 以后就是享用不尽的财富和地位 我对此感到身心俱疲 却依旧不舍女儿走上歧途 于是我采用了强硬的方式 阻止了她这一疯狂的行为 本以为是将女儿拉回正道 却不想是将自己推入了深渊 出彩的机会泡汤 魏明月恨毒了我 她将我批评她的话掐头去尾方的网上 并配文 18岁的我想当一天的公主怎么了 难道一定要成为航师走肉一般的考试机器 你才满意吗 激烈的文字碰撞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 在魏明月添油加醋的引导下 我成功被塑造成了一个恶毒狠辣的母亲 网友对她有多同情 对我的网报就有多可怕 大姐你末事吧 什么控制狂啊 你想捆绑你女儿吗 我就说有些人不配当父母吧 那副撕心裂肺的癫狂模样 光听声音我都害怕 更别说小姐姐每天都要和她待在一起了 有病就去医院 别把虐待当乐趣 成人里不穿裙子穿石膜 穿又丑又大的校服吗 拜托 都这个年代了 就别搞什么美羞耻那一套了 楼上的 咱换个思路 也许她就是嫉妒人家青春又貌美 想和自己女儿搞慈敬呢 好恶心 去死吧 诸如此类的言论快要将我淹没 无论我如何解释 他们都只愿意相信自己所坚信的真相 更何况 我解释的速度 远不及为明月造谣的速度 出场网路甜头的她 准备借此迎风而上 她颠倒黑白 捏造了无数虚假的事实 以此来诉说原生家庭所带给她的痛苦 在她的陈述里 我是性格扭曲又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每日每夜都在折磨她 而她那些始终出轨家暴的父亲 却被塑造成了如雅如脚脚白月一般的存在 踩在我伤痕累累的身躯上 她立吻了独立女性人设 吃尽红利 后来 我因网报抑郁而亡 她依旧不肯放过 吃最后一口人血馒头的机会 在我宣告死亡耳朵同一天 我女儿短视频平台更新 内容让人自自泣血 她说 并不是每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要勇敢做自己 成人礼下午五点就结束 魏明月却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半才到家 随着魏明月一道进来的 还有周身浓烈的酒气 我看着瘫软在沙发上的女儿 心底一片厌恶 她说 十八岁就该活得潇洒四亿 可我只看到了满身的灯红酒绿 颓败图迷 她用胳膊强撑着自己 晃晃悠悠的抬起头 咦 你今天怎么不骂我了 莫非 是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行吗 知道改过自新 那你还算有个妈样 魏明月朝我得意洋洋的抬了抬下巴 看得我厌蠢症都快犯了 我盯着她一言不发 她却自顾自地往下讲 果然是个无趣的老古板 开玩笑都不会 算了 姐今天心情好 不和你计较 诶 杨山 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风光吧 她脸颊涂红 眼神里却散发着兴奋的光芒 我忍不住冷笑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风头是上午初的 视频是下午就在网上疯传的 视频里 魏明月身着火辣小短裙 画着农妆和别人交谈或合照 装大人的模样实在太过明显 在讲台上 那一番不爱学习爱自由的宣讲 更是让人两眼一黑 她要的独特效果也确实达到了 在一众的体的礼服长裙里 她的性感穿搭也确实显得怪异而滑稽 在那些流传的视频的评论区里 有人质疑 有嘲笑 有家常批评 但更多的是油腻的老男人们 恬不知耻的发言 面对着就连我都默眼看下去的猥琐发言 女儿魏明月却得意洋洋地说 看吧 我就说我很有天分 大家都很喜欢我呢 回过神来 魏明月依旧在喋喋不休 表现得倒也还符合我自己的预期 只不过伍墨跳成 倒有些可惜了 不然肯定更能抓人眼球 呸 真晦气 学校那帮老童居然比你还迂腐 凭什么不让我跳啊 居然还说我的演讲给学校造成了不良影响 干什么 是想威胁我不给我毕业 搞笑了 我还看不上了呢 爱谁谁吧 说吧 魏明月掏出手机 似乎是在欣赏自己暴涨的粉丝量 我懒得再看她 直接转身回了屋里 外面的魏明月却开始嘲嚷起来 阳山 人呢 我要喝水 赶紧给我拿水来 滚哪儿去了 听不现人话吗 真烦人啊 你也没劳得走不动道吧 等我拿着整理好的东西走出去时 外面已经安静了下来 魏明月歪靠在沙发上 看样子像是昏睡过去了 我尝试叫醒她 无果 甚至打起了呼 我耸耸耸肩 直接拿起旁边的一杯水 朝着她的脸淋了下去 魏明月这下倒是全清醒了 只不过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阵暴怒 杨山 你他妈有病啊 你今天生是疯了 我不理会她的暴怒 直接拿出档放在茶几上 声音平静 趁现在还早 把她牵了 魏明月气急 却还是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 而后又是一声暴怒乍起 终止抚养关系 她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又将茶几上的鞋 一放在手上 睁大眼睛看了又看 在发现真的没有看错之后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和我唱这出 不想要我了 你已经18岁了 该进的义务 我也已经进到了 你不是向往自由吗 我现在放你自由 签完协议 你现在就能走 魏明月满脸的不敢置信 声音中都带了哭腔 杨山 我可是你亲女儿 我神色平静 接过她的话茬 所以之前的付出 我并不需要你返还 以后也不用你养老 签完 你就自由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魏明月自然看出了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她看看我 又看她那份协议 墨帝就笑了 我说今天怎么 突然就这模善解人意呢 感情是准备赶我走呢 我就知道 这模多年来 竟把我当脱油瓶了吧 我呸 不想养 当年怎么不把 抚养权给我爸呀 尽管早已知道 女儿魏明月的冷血叛逆 如今再从她口中 听见这样的话 心口还是免不了一通 多可笑啊 我拼尽了一切 将她养育成人 而尽缺落的这般角色 我不讲话 只静静地看着她 下一秒 只先魏明月 夫妻一般地 随手签了那份协议 行 我他妈能独立 我不靠任何人 谁求你养我了吗 我以后再来找你 我就是孙子 呸 话音一落 她拿上东西 转身就出了家门 屋里终于回归难得的安静 我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究竟是为何魏明月会变成这种样子 不过还好 这一次 所有的事情都与我无关了 既然阻止是一种罪孽 那便选择尊重祝福 魏明月还莫离开家门一个小时 她爸那头已经迫不及待地 朝我打来了电话 内容也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 无非是说她现在已经有新家庭了 实在没办法顾及上魏明月 她说她给了魏明月一笔钱 就当这些年欠下的抚养费 说她妻子还怀着孕 希望不要再去打扰她 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这人什么秉性我一向清楚 这就是魏明月口中的好父亲 这就是她心里圣洁一般的存在 这笔钱就是用来断绝关系的吧 原来这就是她口中所说的独立魔 有意思 送走了魏明月这尊大佛之后 我也开始忙起自己的事业 上一世 前半生盲目单于爱情 后半生又为魏明月所累 短短几十年的光阴里 竟找不出今天是为自己而活的 重来一次 我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再次看到魏明月的消息 已经是在三天之后 消失几天后 她耳朵短视频账号再度更新 在视频里 她住着顶级奢华得到酒店 吃着豪华大餐 每天除了吃喝就是闲逛 视频的文案也十分有意思 人生不是轨道 是旷野 要做自由的风 不为任何事物所羁绊 洒脱四溢的风格 引得无数人点赞 再加上成人礼上的视频热度 本就还未消散 更是让魏明月吸粉无数 姐姐好帅 我好爱 好好好 以为是不学无数的叛逆少女 原来是出逃在外的大小姐 是自由的气息 呜呜呜 木了 姐姐果然有底气 才不要循规蹈矩 做那龙中鸟呢 老天爷 我要哪天才能实现财富自由 人生自由啊 魏明月对这些评论迷花了眼 暗戳戳地点赞了夸 她是大小姐那条评论 大概是 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魏明月都在极力演绎着自己的富家女人设 面对别人好奇的假定 她不承认 也不否认 态度有趣得紧 而我这边也默闲着 由于魏明月直接默回学校上学 她的老师早已将电话打到了我这里 面对我一反常态的平静 那头焦急的老师也愣了几秒 大抵是觉得女儿疯了 我这当妈的也疯了 停顿几秒之后 还是苦口婆心地劝说 魏明月回学校学习 再怎么样 还是让孩子抓紧这段冲刺的时间 不能毁了她一辈子 我当然知道老师的好意 只可惜魏明月又怎么肯迷途之反呢 或许是 看出了我的态度 她也只好公事公办地说长时间不回学校 那就只有劝退了 我立马附和 这边一定全力配合 老师那边沉默了 末了 挂断了电话 择日不如撞日 第二天我就联系了魏明月 去帮她办理退学手续 说到其他的 魏明月兴致缺缺 而说到这个 她那叫一个兴奋 仿佛马上就能脱离苦海 整个人都熠熠生辉 眼看着即将高考 如今办理退学的十位少数 哪怕魏明月平时表现十分令人不喜 老师们也在极力劝说 魏明月却对此嗤之以迪 搞笑吧 你们知道我粉丝量现在多少了吗 还让我回来上学 只不过这时的魏明月又怎么会想到 还不等她的粉丝量发挥作用 她就被拉下了神坛 或许是魏明月时在太过招摇 又或许大家对她的背景时在太过好奇 开始有人疑惑 不是 这姐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 看着年纪不大的样子 天天住酒店 紧接着 有人开始挖魏明月这位网络红人的老底 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啊 只要稍微用点心 就知道她并不是表现出来的那样风光 没过多久 魏明月的背景就被翻了个底朝天 单亲家庭 普通家境 高三辍学 拼命想红 网络上的追捧 往往来得快 去得也快 她潇洒肆意地炫富 有多么令人艳羡 背后的欺骗就有多么令人唾气 暗戳戳装什么大小节呢 还说什么自由最重要 瞎引导什么呢 搭姐 你花你爸妈的钱炫富 倒是挺先礼得的呀 学也不上了 怎么跟个小混混似的 已经被捧得高高的魏明月 哪里受得了这一番诋毁 可不知道 如今遭到网络反噬的她 会不会有我上 一世千万分之一的难过 魏明月向来是个欺软怕硬的 她并没有将矛头指向 对她冷嘲热讽的粉丝 而是打来电话将我一顿痛骂 魏石魔我要是你的女儿 魏石魔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了 你满意了吧 我恨你 你怎么不去死啊 我感觉莫名其妙 没有反驳 没有争论 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 原因很简单 不与傻子论长短 网上的言论让魏明月成功破访 虽然很不情愿 但她也确实没有反驳的理由 让我莫想到的是 她泄愤的方式 居然是主动提出 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原因也十分简单 有我的存在 只能阻挡她大红大紫的步伐 对于这种 能将魏明月甩得远远的的请求 我当然欣然接受 没想到 前脚刚在公正处开出证明 后脚魏明月就一脸的理所当然 我爸给我的钱花完了 酒店还欠着钱呢 你去交 我 合住在她眼里 断绝关系也只是cosplay的一种吗 我当然不会再花一分钱 到魏明月身上 本以为魏明月还会被这件事情 多拖一下 没想到 她却十分顺利地解决了 这件事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几天后 在某直播平台看到她的身影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 有一家MCN网红孵化机构 看上了魏明月身上的流量 找了她签约 自然也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自此 魏明月也借由公司 洗白了她撒谎造假的事 换了个人设 成功走上她梦寐以求的网红道路 我实在无心欣赏 魏明月那些擦边直播 索性关闭了网路 认真过着自己的生活 后来的那段时间里 我报名了各种培训班提升自己 魏明月也在直播圈鸣声大噪 虽然大多数都是骂声 但是黑红也是红 我看她乐在其中 高考如约举行的那天 魏明月正在直播间 和榜一大哥打得火热 直到那时我才最终确定 魏明月是真的回不去了 她做着剑走偏锋的直播 凭借着华众取宠 享受着所有人的注目 魏明月却十足够风光 甚至连她那个 从前一向对她避之不及的亲爸 也尚感着蹭热度 而几个月后 她怀孕的消息 更是成功让她的热度 暴涨了许多 魏明月欣喜地公布喜讯 她分享着自己 一件钟情的爱情 分享着被细心呵护的甜蜜 也分享着对方知道 她怀孕的消息后 有多么的欣喜 女孩们 只要勇敢做自己 幸福自然悄然降临 不要做循规蹈矩的傀儡 要做山间自由的风 有人祝福 也有人嘲讽 说她小小年纪变绰 学未婚先韵 带坏社会风气 面对着这些不一样的声音 魏明月通通引导粉丝对了回去 面对大家询问孩子的父亲时 她却笑笑说 现在先要保密 看到这里 我却只想发笑 因为就在三天前 魏明月刚约我献了面 亲口告诉了我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么长时间不见 魏明月早已不是我记忆中 那青涩稚嫩的模样 画着浓妆 戴着墨镜 全身的名牌加奢侈品 活像一个来向我开战的战士 我本无意在和她见面的 那和她实在是像有病似的 逼得太紧 一见面 先是将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 低声说了句 真老土 而后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头有18万 就当偿还你的养育之恩了 我这人呢 也从来不喜欢欠别人什么 虽然你说了不用给 但还是说清楚两清比较好 原来是怕我和她那亲爸一样 总想着凑上钱分一杯羹吧 我觉得好笑 不过送上来的钱不要白不要 更何况 这本来就是我应得的 见我坦然手下银行卡 魏明月高傲地冷哼了一声 而后便对我进行了一番 预想中的嘲讽 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无意和她纠缠 只说了一句 你讲的都对便准备离开 谁承想 下一面 魏明月便如同一直斗圣的公鸡一般 高昂着脖子 我已经怀孕了 以后我只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不知是太过熟悉 所以对我不设防 还是实在忍耐不住 向我炫耀的心思 魏明月直接默向 我隐瞒孩子的父亲是谁 她对我真的很好 愿意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候 拉我一把 后来还让我完成 自己喜欢的事业 她真的做到了 将我宠成小公主 魏明月口中的她 正是她公司的老板 也是她腹中孩子的父亲 更要命的是 这男人是个油腻猥琐的中年一婚男 我看着面前正眉飞色舞的 魏明月只感觉无比的陌生 我扪心自问 虽生活上莫能让魏明月 从小大富大贵 但也莫让她缺了什么 更别说精神上 虽说做不到如教育家一般培养孩子 但至少也交给了她正确的三观 我不知道 她是如何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我对她的培养是折磨 是古板和迂腐 而随随便便来个男的 施舍点阳光变成了她的救赎 如果真的宠她爱她 又怎么会加大流量 扶持她的擦边直播 更何况 这样一段关系 本就是令人不齿的 本着最后的一丝善念 我出口提醒她 慎重考虑 没想到魏明月却直接炸了毛 杨山你还是这抹喜欢 让人扫兴 你自己留不住男人婚姻不幸福 就敢肯定 我也默认真心相待吗 我凭什么不能拥有幸福 你就那抹剑步的别人好 我懂了 你又老思想作祟了吧 觉得我是小三 拜托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不被爱的那个 才是第三者好吗 我告诉你 阿强都跟我说好了 等时机成熟 就和家里那黄脸婆摊牌 她说了我才是真爱 你就等着看吧 本来还想着你 到底算是孩子的姥姥 给你支一生也行 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行吧 该孩子我也还轻了 以后你就别来沾边 魏明月重新戴上自己的墨镜 拿上东西 十分高地就离开了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心底默念 尊重祝福 在之后的时间里 魏明月也确实如同自己所说的那样 满心满意 都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 她认为张强有钱又对她好 自己一定是找到了真爱 在她发布的视频里甚至时不时会出现张强的身影 从一开始的暗戳戳到后来的明目张胆 评论区好奇的声音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挖后面的蛛丝马迹 我怎么觉得那男的背影那魔像张强 开玩笑吧 那不是月月老板吗 楼上的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男的早就结婚了 我靠 玩这魔大 要真是张强 那我必脱粉了 搞什么呀 营造清醒独立女性人设 结果去给人当仨 或许是心态的变化 又或许是觉得如今有了底气 魏明月丝毫不再担心网友的挖苦讽刺 隔天就发了一个日常 文案 不被世俗所束缚 真爱永远无敌 视频里仍然很有心机地 露出了一个男人模糊的侧脸 她这一说 就差没直接承认网友的猜测了 魏明月不可谓不嚣张 我就当看个热闹 等着她怎么收场 只不过没想戴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第二天那条视频就消失不现 魏明月莫做任何声明 只是装作无事发声 继续直播带火 但她强称的神色和眼底若有若无的乌青 却出卖了自己 我想过魏明月如此高调的形式 一定会出事 却没想到 这把火还能烧到我自己身上 距离上次见面 已经过了两个月之久 魏明月挺着高高的运渡 回到了当初那个 她打死都不愿意再回来的家 一开门 她就直接一个滑跪到了我面前 那大肚子 看得我都心头一惊 我刚伸手扶住她 还莫来得及说什么 魏明月已经哭喊着出声 妈 你要为我做主啊 我眼皮猛地一跳 虽然恨极了魏明月 那她那大肚子也实在是 看得我心惊胆战 我忍住心里的 不是敢让她先坐下 魏明月却迟迟不松开我的手 妈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抽抽叶叶 好不容易才出声 张强的死男人 她骗我 明明说好了 等孩子月份大点 就和那黄脸婆摊牌 现在我这肚子都这样了 她开始装死了 说什么 不可能为了我放弃家庭 说那是她的责任 那我请问呢 我算什么 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不是她的重了吗 她是真做得出来 那些狠心事 还让我把容易 引起误会的视频 全部都删掉 钱倒是给了 可是区区五十万 能做什么 想用这点钱 就打发我吗 再说了 如果这件事情 就这样无疾而终 我该怎么向粉丝交代 这不是在啪啪 打我自己的脸吗 到了现在这般田地 魏明月想的 还是她的网红梦 妈 我快被人整死了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只要你肯帮我这一次 我一定保你 以后的荣华富贵 我看着她可怜又破碎的模样 心底却毫无联系 这都是她自己选的路 怨不得别人 面对魏明月苦苦的哀求 我显得有些步不尽人情 不管她怎么讲 就是坚持这件事情和我无关 并请她尽早离开 魏明月的声音都带着颤抖 可是除了你 这世上不会有人再爱我了 你帮帮我讨回公道 就当是为了这肚子流的外孙 等孩子出生 以后我挣钱你带孩子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我没讲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我想 魏明月大抵是真的疯了 不过这一切 都是她自己应得的 似乎是现我的态度 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她冷笑一声 是不是真的要我们娘俩死了才行 好 既然谁都不带线我们 那我们就去死好了 说着她就捏紧拳头做事 要去捶自己的肚子 我越是阻拦 她砸得越狠 直到有鲜血从双腿间流出 我本以为魏明月 真是受到太大刺激 精神不正常了 直到她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自己自己从医院跑掉 直到拖着一身疲惫的我 终于在第二天早上 看到她发的微博 她说 母女一场 你为什么要置我的孩子于死地 在魏明月所发出来的三分半的视频里 有医院开的流产证明 有她上次给我钱的收据 公正出断绝母女关系的记录 一条条 一件件 从她的口中讲出来 完全变了位 魏明月掐头去尾的放上那天 她在我家发疯的视频 说是我推了她 害得她流产 她情真意切地发问 我给你的 还不够多吗 为什么连我最后那点拥有的东西 也要抢走 在她编织的谎言里 她成长在一个没有亲情 只有压迫的单亲家庭里 我只把她当成学习考试的机器 根本不把她当人看 为了反抗我非人般的压迫 她选择叛逆 因为只有那样她 才能拥有奢侈的自由 她说 与其按部就班地接受 我的压迫和掌控 她不如给自己 搏一个有生机的未来 那份断绝关系的证明 被她说成了 我嫌她墨学历丢人 逼着她去做的 她携她主动还回来的钱 被她说成我死缠烂打去要的 她来向我求救 最后却说我心狠手辣 害死她的孩子 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颠倒黑白到了极致 我到这时才明白 魏明月哪里是来向我求救 她不过是想拉一个 替死鬼下水罢了 经过魏明月的一番洗白 此前身上的种种黑料 通通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网友们总是善良而善解人意的 一时间 魏明月就从毫无诚信的骗子捞女 一下子就变成了 命运多喘缺坚强女性 这一波热度上来 不会再有人纠结于孩子的父亲 究竟是谁 大家对她的联系都快一出来荧幕 魏表支持 大家大肆购买魏明月带货的母婴产品 美其明月女性互助 而面对我这边就不一样了 大批的网友找到了我的社交媒体 就此展开了大批量的进攻 就你这样的人也配到吗 月月都五个月了 好心回家看你 你还推她 怎么这么恶毒呢你 你这种人就是不得好死 骂得难听 不过比起上一世来说 还差点意思 光在网上骂也已经不能消除他们的心头之恨了 我的住址被魏明月无意提供了出来 时不时就会收到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 他们每期明月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我每次都是波澜不惊地扔掉 经过过上一世的惊恐之后 我早已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 我知道魏明月做这些都是为了尽快封住我想要反驳的嘴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我并无此意 相反 我选择拨通了张强老婆的电话 你真愿意选择忍气吞声原谅张强 魏明月签算乱算 怎么也没算到在进家门前和张强打的那通电话被我听了个正主 张强想要抛弃她不假 魏明月委屈也不假 只不过找我的目的可不是求我救她 按照两人的约定 只要能让孩子消失 并把战火引到别的地方 张强就会继续和她保持恋爱关系 魏明月恋爱脑发作 竟真的答应了 思来想去 最好的人选就是我了 所以那天才会那抹巧 孩子偏偏真就没了 我知道以我的立场 说出来必定难以服众 所以我搬出来了张强老婆这尊大佛 她应该还不知道吧 张强一边和她说断了 一边又给魏明月转过去二十多万呢 陪张强老婆去直播抓奸的时候 这俩人正在魏明月的住所里打得火热 小月子还没过去 两人已经迫不及待地上演起了香艳画面 原本还没机会看这魔镜爆的东西的 毕竟张强老婆一直不知道魏明月住哪 这孩子多亏了魏明月上门演戏那天 要不是她提了一嘴以后 生了孩子去她那儿给她带 今天这场女孩真就看不到了 两人被镜头捕捉到的时候 魏明月的丝袜甚至还挂在张强的腰间 正愣之后便是一阵的慌乱 直播间的人数更是成倍的增长 这样热辣的场面被赤裸裸地播出 之前的所有谣言就都有了印证 魏明月赶紧找出遮羞不藏住自己的身体 她无耳间叫着 紧接着脸上就迎来了张强老婆的一巴掌 张强更是从她老婆一进门 就躲在角落没了声 那边急巴掌下去 张强老婆终于把目标转向了她身上 张强你挺能耐啊 老子给你钱是让你包小三的 你忘了你是怎么跪地上求我原谅的了 面上演得跟狗一样 背地里带着三儿载着温存呢 男人色缩地躲躲在角落里 无论她老婆怎么骂人 就是一生也不敢出 看到这里魏明月才算是真的死心 她所幻想的美好的爱情 所追求的上流生活 不过只是一堆泡影罢了 然后她便看到了 站在一旁看好戏的我 色缩恐惧的神色 立马转变成了一副凶样 张牙舞爪的就朝我挥过拳头 杨山 你这老女人 你他妈怎么摸不去死啊 哪哪都有由你 你客我是不是 癫狂之下的她 早已口不择言 我他妈上次就不该放过你 就该演戏演组点 直接把你送老李 所以说 我苍白无力地解释 哪里有她自曝来的可信度高呢 发完疯的她这才想起来 手机直播还未关闭 慌忙想要伸手去挡 可我又怎么会给她这个机会 直播继续开注 一条条檀幕也快占满了荧幕 什么什么 这也太炸裂了 确定不是剧情吗 原来真是小三啊 我说怎么闹来闹去 就不说孩子父亲是谁呢 流产这件事也是讹人吗 天哪 这也太恶毒了 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楼上的 她连自己的孩子都能杀 更何况是诬陷自己的妈呢 真的太恶心 全网封杀吧 时隔这抹酒 网爆的回旋标中鱼 还是落到了魏明月自己身上 我看她一脸痛苦 又抓狂到不知所措的样子 心底只感觉一片平静 魏明月怒急 抓起桌上的剪刀尖叫着 还要朝我扑过来 就在刀尖快要触碰到我的那一秒 远景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你好 我们接到有人报案 魏明月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默不作声的这段时间 只是为了收集她引导粉丝网 爆人若我的证据 而后报警 更不会想到 张强哄着她 每天兢兢业业带货的母婴产品 全部都有安全问题 如今公安部门已经立案 等待她的只有牢狱之灾 而张强离婚后 也因公司牵扯进了传销诈骗案 同样面临法律的审判 这怎么又不算是 另一种意义上的双诉双飞呢 魏明月一生追求名利和地位 要做网络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而如今 也全是如她所愿 最后一次 全网爆红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将过去 生活归于平静 我将迎来真正的心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